大家好 歡迎來到愛國外出忠誠身心靈平衡 今天呢 我來到巴黎 因為我跟我老公剛結婚 然後我們選擇度蜜月的第一個地方就是巴黎 接下來會去義大利 總共是15天的時間 那麼我們在巴黎待了三天呢 我就想要記錄一下來到巴黎必做的十件事情 包含吃喝玩樂 大家看到我們後面這個愛菲爾貼塔 關於巴黎的我一些真心的感想 優點缺點 接下來就分享給大家知道 就讓我們走 同意說好 同意說好 後面還有人 這是愛菲爾貼塔旁邊的綠地 有很多人都洗地而坐 然後帶著一些零食啊 然後坐在這邊曬太陽 太陽沒有照到的地方很冷 但是有照到的地方呢 又很暖和 恰到好處 然後我們現在來坐巴黎的公車 我們來這個navigo的卡 其實裡面我們儲值了十次的一個stabway 就是地鐵的錢 但發現到後來是可以坐公車的 所以我們就是也拿來搭公車 就是你可以沿路去看一下街景啊 然後用一種旁觀的視角 很清楚的去看路上的行人啊 跟他們所有的商店啊 超市啊 跟他們的日常 所以我覺得搭公車也是一個很棒的方式 聽說就是比sumway 就地鐵還要安全 因為地鐵喔 如果你站在就是門的邊邊 是很有可能被搶劫 或者是被拖東西的 然後就有一個人 那麼多地方 我們可以看路上去的地方 之後我們已經有個空間 好想要走公車 走公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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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濃喔 它的花生咖啡館是百年歷史的咖啡 那它裡面就是很多人都說一定要點這個Hot Chocolate 就是熱的巧克力 然後在這個我們現在的這個溫度啊 其實才十幾度 幸好有很辣很大的泡菜味真的嫩 在這個時候超適合來一杯暖暖的Hot Chocolate 還有是拿鐵 如果想要省錢 只是有點小惡的話 你可以在街邊買一些食物 像我們剛剛看到的這個就是有點中式 或是越式的一個店 它裡面有一些 Spring Roll 對,這是Spring Roll 就是它的菜春捲 那在裡面做的話 可能它會再多收一個 或者是開桌費 然後如果我們要加一個魚露的話 它會收一個魚露費 那講一下我們剛剛花生咖啡館 三樣的東西大概花了台幣 可能快要一千三 這些法國巴黎就是大概這樣子一個價位 只要省錢的話 或是沒有那麼餓 那就可以買些街邊的小食 可能還有法國的長棍啊 麵包啊 或是捲餅 火餅 都是一些選擇 這個是巴黎街邊的廁所 聽說這個廁所呢 最多只能使用20分鐘 然後它會有一些自己的規定 不過它的公廁 當你看到這種灰色的樣子的時候 就知道巴黎的廁所到 通常都會有一些標示 當你快要看到這個廁所的時候 它就會寫說 十分鐘後有一個公廁 現在來到我們巴黎的房間 其實還蠻小的 因為巴黎這邊真的是寸土寸金 不過我很喜歡這邊的這個窗子 它一打開就可以看到街景 我們是住在巴黎這邊的第四區 他們有把街區大概分為十八區 八、一、二、三區就是最精華的 然後再往外擴呢 就會到四、五區、六、七區 也都有很多的景觀可以看 那只要到更外圍的 可能十六、十七、十八區呢 可能就會比較危險 搶劫啊、偷盜啊 都是比較多的 在九點 在四月的巴黎呢 才會轉天空 所以現在這時間正好 所以可以從白天 一直看到晚上 拍照 中文字幕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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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來到巴黎的第三天 然後後面是凱旋門 凱旋門是1800年拿破崙他打敗俄國的時候 所留下來的一個勝利的象徵 所以我們等一下呢就是會拿PASS然後往上爬 爬到凱旋門的最頂端然後去眺望整個巴黎 在凱旋門的上面呢可以看到香榭麗社大道 它就在這邊 那聽說以前的時候呢其實只是兩條樹而已 那後來呢就是巴黎政府才將大體的資金注入到這個地方 才變成現在的一個金品大道 我們在香榭麗社大道上面 然後這邊有很多的金品牌子 就是大家耳熟能詳的這些都有 走太多路真的好餓好累 所以現在占到了一個當地的小咖啡廳裡 也是經過這個地方都超多人的 到了一個這個甜點 還有一杯這個咖啡 這咖啡它裡面其實加了很濃的鮮奶油進去 整個是很暴力的加入這個鮮奶油 所以就是當它炒飯跟就是咖啡Expresso在一起的時候呢 我覺得其實其實有點喝有點不習慣 因為那鮮奶油真的是太濃了 但是你喝得出來有點偏辣甜的感覺 餅乾呢是因為我剛剛要點一個就是類似檸檬茶的東西 可是它沒有了 可是這個小店裡面的東西都超迷人的 都超特別的 所以我們就隨意點了一個這個很大的這個酥餅 那這酥餅裡面加了這個 家裡可能會有的那個草莓醬 它是濃濃的一顆一顆的厚厚的加在裡面 那加上它的餅乾 上下的餅乾都還蠻脆的 上面又撒一些糖粉 就是覺得很好吃 這應該是台灣比較少見的一種甜點 你的店呢是一家小店 然後好像已經快要有百年歷史 1930年就開始了 我會把Google的那個電子放在下面 就是還蠻... 今天就來開始逛美術館跟博物館了 我來到這邊呢 我室友跟我老公買了巴黎Museum Two Days 就是兩日票 在這個48小時以內呢 可以無限次的去逛 就是所有的博物館跟美術館 那羅浮宮跟菊園 這個我們今天等一下的時間要逛 菊園呢 它就是有墨內的睡蓮 以及就是彈鋼琴的小女孩 等等的珍稽在裡面 這兩個是需要預約的 那其他的話 就比較是可以刷辯子票券自動技術 那我訂的這個辯子票券呢 是K-Look上面的 那這邊是巴黎這邊的協和廣場 然後現在正在... 好像正在快速的整修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七月的奧運 去圓美術館這裡面有一個咖啡廳 上點了一個拿鐵 火送 跟來到法國一定要吃的法式麵包 然後這個法式麵包大概是7.5欧 2欧 3欧 3-4欧 所以加起來大概是快500塊台幣 就2024 4月現在的匯率來看呢 大概34塊台幣對1塊的歐元 對 所以剛剛說幾欧幾欧 大家再乘以34到35 就是真正的價格了 這是墨內的水嶺 那也是菊原裡面的正館之上 超多人的 這裡啦 一直在那邊給我鬧 我沒有在鬧 這個人非常非常的鬧 現在我們在杜勒利花園 然後這個花園是我們剛剛從菊原美術館 要到奧塞美術館這個路上的一個花園 這裡面會有一些造景 你看那個排隊 超多人 現在來到第二股服務館是奧塞古服務館 這服務館呢它其實就在塞納河畔的旁邊 然後以及就是離羅湖宮和局院都不遠 離剛剛我們去的局院只有它十分鐘距離 那這服務館呢裡面有很多都是很棒的作品 像是班戶或是米勒特十歲啊 東國之畫像 然後河龍上的新葉 以及羅丹的一些雕塑作品也有 那它呢主要是有的是一個火車站去改建 而成的 是好像是1986年的一個建築 那麼聽說它這是至少要逛了四個小時 那你是想去吸吸的品味 這個博物館裡面簡直都是一些客館裡面會看到的 在逛博物館的時候真的超餓的 我剛剛走到一半我們才逛完了其中一個展館 我就開始bottle 因為這邊實在真的是太大了 又細細的逛要四小時 所以我們現在呢就來吃一點東西果腹 大家在進來之前也要吃飽了 雖然說博物館裡面也都有食物 這邊的果醬超便宜的 這邊的果醬超便宜的 我們現在來到加勒福 加勒福也是法國的品牌嘛 那你看這麼大的一個桑聖果醬 在台灣其實不太常見到桑聖 中南部可能比較長 北部不太長 一大罐才兩塊 兩塊等於就是大概六十 自己煮的話 自己煮的話比較可以省錢 可以去找那種有kitchen的 有廚房的Airbnb 我們就可以在這邊買一些新鮮的食物 飲料啊然後菜啊麵啊回去煮 當自己吃不太習慣的時候 這個品牌 然後覺得欸好可愛喔 可以買來當伴手禮 因為它有各種的口味 譬如說薄荷辣椒 然後莓果、檸檬、果仁都有 大概飲一個在兩歐吧 我們不需要的 然後買了這四片 哇啦!謝謝! 謝謝! 謝謝! 我們現在來到了老婆爺百貨 它總共有三棟 這一棟呢就是主棟 女裝的部分 LV啊、Kuji啊、Chanel啊一些品牌 第一次LV跟Chanel是比較划算 然後再加上滿100多歐以上 可以退稅的話 可是有一些單品啦 打的比較多折 可能就是打了七、八折 這是男裝的品牌 然後後面這一棟呢 是美食跟居家 所以總共有三棟 現在在LV這邊 都有人排隊 感覺都是華人比較多 老婆爺百貨三館 進來了一間很香的店 裡面什麼都有 比如說 阿卡路 然後 鹹派 法式鹹派 法式火鍋 漢堡 那我們鎖定了這個 還沒有吃過的 這個鮭魚菠菜鹹派 蠻大的 現在今天是第三天 然後我來到了羅浮宮 羅浮宮 我預約十點 幾乎是每一個需要預約的博物館呢 我都是預約十點 因為不想要都是 就是起太大早 就是為了看這些博物館 然後沒有睡飽 所以我覺得十點 其實算是一個剛剛好的時間 因為你可以就是 稍微吃一下早餐阿 睡得飽一點阿 然後再來 然後一大早的時候 人其實也不會這麼多 你看那邊是常常的購票人潮 你看那邊是常常的購票人潮 如果還沒有買票的話 就需要先通過這一大堆排隊的過程 才可以買到 這是因為我們有就是博物館的PASS 所以其實我們排的入口的通道 是另外一個 就這個真的是很快速的 建議大家如果有來呢 一定要把這個博物館 兩日或三日的通票先買好 這樣就可以直接進場 會沈下非常非常多的時間 這個神像他都被破壞掉了 其實他在還原他的局部 這是他原本 也就是這四個人 這個四個人 這個四個看著下面的那個人呢 上面是有個大水盆的 然後上面是有個大水盆的 如果一個福 worldview 就是一個小的杯子 盤子 地毯 燈飾 然後教堂裡面的飾品 以及天花板 你看 裡面都是一個又一個的故事 人生故事 關係啊 劇情啊 或反映了一些當時的人們跟神之間的關係 死 然後一直到天上 超有趣的 我超喜歡看這個裡面的大家的表情啊 然後正在做什麼 以及他們的動力關係 他們是怎麼互動的 以及我發現歐洲的這個作品裡面超多小天使的 你看 小天使 而且也許是小孩子的形象特別多 還有一個翅膀 早安 今天來到我們第四天 我們在巴黎的最後一天了 然後今天下午我們就要趕飛機去到羅馬 對 我從這邊搭到羅馬呢 其實只要兩個小時 因為我們就是連加航空 然後我們要離開巴黎之前呢 就來吃一頓經典的這個街邊的早餐 我們看這些巴黎人其實非常浪漫 他們都習慣在外面泳餐 內丁 和黑白頭 黃色培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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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